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伙介绍的是 吉林丰满的梁传吉梁大哥 要说呀梁大哥可真是挺能干的 他种着梁赏地 还养了十多头牛 一头猪 十多只鸡 可是就是家里的这个环境啊 有点乱 红娘一进院子 就被他们家园子里 比人还高的荒草 和拉里拉遢的屋子给惊着了 对此啊 梁大哥特别不好意思的 跟我们的红娘说 她一个老爷们 每天忙活着种地呀养牛啊 有的时候中午连饭都吃不上 根本就顾不上收拾这个家 所以呀 造的就有点乱 不过呀 大哥也表态了 只要今天的相亲成功了 他马上就把家里 好好的食道食道 保管焕然一新 那么今天的相亲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是梁传吉梁大哥是不是啊 哎呀 你好你好我是红娘孙茜 别读习书了 梁传吉54岁 居住地吉利市丰满区汪崎镇 年收入7万元 平房三千 在家干啥呢 我家印牛 在家印牛呢 养多少头牛啊 吃了个牛我那 哎呦我看见了 我去马上车 那是在家园儿吗 好 就整个这一片在家园儿吗 对 那咱们家园子咱们家来咱们家园儿了 没有 农村都不用说了 这养了多少头牛 这得呀 吃了 养多少年了 八几年就养着牛 就八几年就开始养牛 妈那得养了 都有 养 40年了 反正也年年养了 那给我家家都有 那给我指牛种地 种地 种地 种地嘛 现在是养牛种地 现在是养牛 你们来了 现在不用种地了 现在都机械化种了 咱每年扣这些牛的话 收入得多少钱呢 哎呀 看那个下雨子咋 下多就多买点了 那咱就比如说 今年能卖几头牛啊 今年我就能卖一个小公子 都是什么 用梁大哥自己的话说呀 他从十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养牛 最开始是为了种地 后来发现养牛卖牛 这一倒腾 可比光众家里这一赏多地 赚钱多了 再说了 农村就是有这个便利条件呀 守着家里这么大的院 想养啥都行啊 还有一个母猪 还有一个猪啊 这个母猪马上就下枣了 快 粘粘养 这一粘 下一锅 一粘养一个 下到时候养 养了到盐根 到盐根 卖肥猪 除了每年都养牛 养猪卖钱之外 梁大哥还养了十多只小鸡 单从赚钱这方面来看呢 梁大哥是挺能干的 可是自打进了 梁大哥家的院之后啊 红娘心里就一直忍不住 想问问梁大哥 这么能干的一个人 咋就不把院子 好好收拾收拾呢 不是大哥 不是大哥你这院也有点 你这院的草 咋不把牛放 放就让它吃是呢 那能不能要吃吗 吃捐不住了 捐不住了到时候 不是你这院 哎呀 这院倒的可有点 有点脆的啥了啊 整不过来 正常来说人家不都说的 人家正常 我看农村这院 还得把这些草都整着 我看院里都不得种点小菜啥的 我看你家也没种苞米 也没种缓过细的啥的 有 在哪呢 在那边呢 在那圆子呢 不是这个 那你不住这儿吗 我住这儿 那你家圆子在哪啊 圆子在这儿 这这 这这 这这茄子辣椒啥不都有吗 哪个是圆子呀 哎呀 看那辣椒 茄子辣椒 细子 大哥 我这椰子我用多少 有几颗一够 是啊大哥 那我这一趟 你就纯实种了吧 自己留那根吃的是不是 对对对 也没个规模 也没个啥的 你这个感觉就啥呢 就像在这个 那个墙根 随便撒的肿子 种了一个 人家那个小院 人家都是啥呢 院是院 人家一拢一拢的 人家都真可规矩了 是 我这顾不过来 我这一人整不过来 对于自家院子里 杂草丛生的现状 梁大哥特别无奈的 跟侯娘说 还真不是他懒 每天养这些牛啊 猪啊啥的 乱七八糟的活 加一齐 已经让他忙活的 有时候吃饭 都得对付一口了 别说院子里的草了 就连屋子里头啊 他都没时间收拾啊 我看看 这个厨房啊 这厨房是厨房 从来都不 哎呀 大哥 从来都不 再来个人家里面 他这单身汉的日子 过的也的确是太让人心疼了 梁大哥说 其实之前这个家还是很温馨干净的 自从跟媳妇离婚之后 才慢慢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媳妇走多少年了 哎呀12年了 他就成天打麻将嘛 就黑白的就搁外打麻将 上麻将馆 就是我搁外干 搁地干回来 完了一回来一看没回来 这小孩能够就上厕所的 回来一看他妈没回来 完了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了 就不过了嘛 他说咱俩不是一道路的嘛 那你问不呢 他略玩咱俩不玩 买回买去 孩子来什么 孩子他不管了 亲生出户 这俩孩子都归我了 亲生出户他最别走 公年多大的时候他走的 公年 哎呀 十八吧 我那儿才四岁就走了 要他说没心没肺 我要说他好像是这样的 有心有肺 那两孩子他能舍得能够走 媳妇没有任何征兆地扔下两个孩子就这么跟别人走了 他至今都耿耿于怀 之后的这十二年 梁大哥每天心里想的就是干活赚钱 不让俩孩子跟着他吃苦遭罪 除此啊 别无他念 哎呀 那不就小孩小呢 那两个孩子四岁 哪找呢 谁都送的这么多小孩 那我心里的孩子都大了 公年结婚 这小子也上学了 我心 这已经 好 好 好 那村里应该有给你介绍的呀 啊 村里不应该有给你介绍的吗 介绍的说我听说这真有不少给介绍的 就是说 你 不是他带孩子就想我带孩子 就是 就是这种玩意 我就先找个二分收集 最好没有孩子 最好是没有孩子那种的是不是 因为梁大哥14岁的儿子还在上初中 所以对于再找老爸这事 梁大哥的心里早都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如果双方都有孩子 他担心会平衡不好这中间的关系 所以他希望女方最好是没有孩子的 以后只要他能跟自己一心一一过日子 他是绝对不会亏待了他的 钱就不已经管 你管就完了嘛 是不是 你想买啥就买呗 家里他都不用管 那你都负责啥呀 我就负责干活呗 你就只要说一天一进屋 能吃个肉肉饭就行 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梁大哥 并不会说太多的甜言蜜语 他说 以后就看他的实际行动吧 可是对于今天的相亲 红娘心里却有一个担心的事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家 就是没人收拾我 我就是没人收拾我 没人收拾我 那又比如说 那你有没有啥规划呀 比如说将来找出媳妇了 这屋啥他是不是得重新装 对都得重新装 都得重新装 是我一看我说这墙都快倒了呀 这是那个火墙 对呀火墙这不都裂了吗 这都不用吧 我这整地热了 全都整地热了 这不寻思着等着家里来的新的女主人听听她的意见吗 既然梁大哥这边的想法红娘已经清楚了 那就抓紧给她联系合适的对象吧 家住吉林市的高玉英高大姐经历过两段婚姻 20年前唯一的女儿因兵去世了 如今已经54岁的她 越发地觉得身边得有个伴儿了 高玉英高大姐是吧 我是横娘孙怯 高玉英54岁居住地吉林市无退休金 住房面积35平米 这小房子多少平 35 我这个房子就是政府给的 就是那个工作房类似是不是 对对对 完也没花钱 就是上楼的时候就拿300件 没300元税费 剩啥也没有 你咱有谁老房 没有没有啥也没有 我是87年就是上吉林来就打工 这也学出师 完了然后就打外边给你三个 完了就是这么三多年了嘛 来已经三多年了没回 我活口就就过这边了 那现在还干吗 现在不干了 现在身体不好 但你如果那你不上班 那你说咱也没有老房 那咱生活费咱从哪块来呀 哎呀生活费这么说吧 就是现在不管申请低保嘛 低保开不多不到400块钱 380多 那也不够啊 不够不够 但是有时候自己出去 就是捡在碗上啥里 那这也不是个长久之机啊 对呀 所以把自己待这屋 还挺孤单寂寞的 就心想找一个老伴嘛 就是我也没啥高要求 但是我也没有钱 87年的时候 高大姐就从农村老家 来到吉林市里打工了 年轻的时候身体好能挣钱 也就没考虑养老的问题 如今没有养老保险的高大姐 每个月只能靠380块钱的低保生活 还好前两年政府分给他一个公租房 这才让他晚年有了个落脚安身的地方 因为我有残疾症嘛 因为我有眼睛 看不见 就是小时候就是 就是家里还多闹眼睛嘛 万一没给看 等到好的时候 就是他这里边就是 有一个玻璃锁你知道吧 就是能看着人 玻璃锁就凹没了 就是这样 光我三五 没有父母 没有儿女嘛 对 也没有存款 这啥也没有 就是啥也没有 没父母 没儿女 没存款 是高大姐对她如今生活现状的一个总结 她经常会感慨 自己这辈子呀 经历过的磨难 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了 就是命苦 就是以前就是说 谁家还是说 孩子结婚了 或者说 因为我困难 我都不愿上个家去 我就是就躲避 我自己心里 我就心里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一个 就是这么家庭啊 或者这么幸福啊 其乐融融快乐 就是感觉就是我没有 就是说 我就始终就想逃避 就是心里 总自己自卑 这么多年 越是幸福温馨的场面 看在高大姐眼里 就越像是 刺进她心里的一把刀 曾经 她的婚姻生活 也是被很多人羡慕和祝福的呀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让这一切都改变了呢 这一段是我姑姑给接受的 然后她是二建的 她那是寄工 人家就是 这个楼给一个图纸 她去拿 就是说一个月就开 217块钱 那就是工资老高了 那毛坊的工人才 一月开178块钱吧 完了然后我们在饭店 就是让我月开60 就是我们俩生活特别特别好 但是你就是 天也不测风云呗 高大姐和第一任丈夫 认识的时候 她已经在饭店当厨师了 两个人都有手艺 婚后啊 很快就有了一个 乖巧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的小日子啊 过得就别提有多幸福了 可是就像高大姐说的那样 天有不测风云啊 她万万没想到 女儿的一场感冒 会彻底改变 整个家的命运 就是感冒 感冒就突然间 她就服总 然后就上医院看 说这孩子一个钱两钱 治不好 孩子啥病了 肾病 尿毒症 就是代用说 好像吃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感冒时候 她吃海鲜的 就是有吃那种 就是海鲜有那种毒 但是后期 我才知道 就是她感冒时候 高手 她爸买的 是啥 龙虾 她吃了 吃了 然后代用说 有可能是一百多种下有一个有毒的 有可能就是吃十个 可能有其中有一个 正按你感冒就中毒了 然后把肾就 就就就 挨对对决神 这个意思 原本是一场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感冒 却因为一个巧合和意外 成为了高大姐夫妻俩 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遗憾 既然命运已经如此安排了 那就只能被迫接受了 就是要毒症吧 就是医药费特别那个昂贵 就是说你花多少钱 也是银财两空 平均下来一天 就将近 两千三四吧 那些钱也是啊 九九年 所以这家里积蓄 啥子都没有了 全卖 房子 家电 那时候我家妈生活 那时候条件挺好的 别也挺羡慕 我们又买手势 手势也全卖 给孩子看病 积蓄 积蓄 那我还拿机会呢 捐外边借个人的六万多块钱吧 一边是明知道人才两空的结局 一边是女儿强烈的求生欲望 高大姐这个做母亲的 哪怕倾尽所有 哪怕债台高雷 也要让女儿在这个世上 多留一天呢 孩子就种嘱咐 说妈妈 那个 我就想活了 就这么说 就是我想活了 然后就说 那个我不想死 我还想上学 要考大学 哎呀 我姑娘可高了 完了 然后就 死的时候就这么点了 抽出没了 所以我就 就是我自己在这屋里 有时候 我不能啥 就不敢想 也不敢心 太痛苦 太痛苦 那个人 受不了 太痛苦 死今年呢 今年我看21年 20年 正好20年 女儿离开的时候 才只有11岁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就因为女儿的这场重病和离世 再也回不到 从前了 还不没 我也不能离婚 我跟她说 我说人家说 咋俩能好好在一起 咋俩再生一个 努力 您努力 我努力 咋俩将来还有 有房子 还能有孩子 怎么说也不行 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没有缘了 就是总有一种 就是悲伤的那心情 天天在一起 住那家就住房子了 房子已经没有了 回家一看不对劲了 她领个女儿那带家 就这么的 我也就更伤心的 就这么 我说那拉倒吧 就离吧 对于丈夫的行为 高大姐虽然伤心 可是她更多的是 无奈和理解 留不住的人 不如趁早放手的好 重新振作起来的她 满怀信心的 也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婚姻 那么这一次 命运会后代她吗 找第二也是 我们在一起 上班的一个小朋友 也是小姑娘 给接着参加邻居 跟她解放婚以后 也没有 就是想要没有 但她是同一样的 对对对 准身症啊 啥都办了 啥都有 一切所谓的都可具备了 那就一直也没有 完了 然后我就除外 还是除外上班上赵 她下岗 200年她就下岗了 我俩在 结合在系 谁也没有钱 完到13年她退休 就是13年 零八个月的社保 我在外边上赵挣钱 完了 我先给她社保交了 连医保的社保 是7万1千万 虽然高大姐和第二任丈夫 一直都没有孩子 但是她也是抱着能相扶到老的心过日子的 高大姐原本的想法是 丈夫比她大10岁 先把她的养老保险交上 这样等丈夫先领到退休金了 俩人也能早点有个保障 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丈夫前脚刚领完退休金 后脚马上就跟她提出了离婚 13年8月30号她退休的 14年 就不离不行了 一小子不愿意睡觉呢 她就怕说啥呢 糖尿病挺重嘛 她家脑血酸 完了还高血压 眼睛陆续就失明 她怕她死那天说 她辜负我不能辜负她姑娘 因为咋说 她说血浓于水 刘王辉回来就跟我这么说 她说你还年轻 如果你要是我要死了 你房这个钱 你都拿走了 我姑娘啥也没有 你不可能不走 这是我 接连两次婚姻上的失败 最后才导致了高大姐 如今没有房子 没有子女 甚至连存款都没有了的现状 高大姐虽然不甘心 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 你说也是矛盾 已经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再找吧 心里还没底 也还是没底 你说不找吧 自己孤零零在这屋里头 还寂寞 就是孤独和寂寞这个感觉 谁都尝试不到 就心想找一个老伴嘛 最起码这男的有正事 就是 我就说话时 也别嫖别赌 就是我也没啥高要求 已经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伤痛的高大姐 非常渴望能遇到一个真正值得她托付后半生的好男人 那么勤劳能干 踏实稳重的梁大哥 会成为高大姐后半生的那个依靠吗 两个人见面后 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大哥 喂 出来养养啊 正式介绍一下 你好 你好 这是梁传族 我叫梁传旅 对 我叫高玉 好 经过这个 你瞅的是干活人 就是 弟弟到的农村那个干活人 我瞅的还行 挺老实的人 我瞅的 这是大哥养的十多厂厂 牛呢一年能捐多少钱 牛 我这一年我也没卖 这始终还点 是 大概吧有我卖的方式 你要是给我卖一份 现在就卖一份 哪年就卖五十万 这些牛要卖一份也都一万好女生 是 现在牛人大部分 现在牛人价真是行情啊 这大个都是走脸团 这里养着猪 这猪马上下高了 一年可养猪能卖多少钱 没有人他能把这个牛和猪呢 紧困起来 这挺是个男人的 从小就出生在农村的高大姐 禁院这么一搭眼啊 就看出来梁大哥肯定是个 赚钱养家的好手 梁大哥呢对高大姐的第一印象 也特别好 就在红娘刚要在心里 暗暗替他们俩开心的时候啊 高大姐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呀 让红娘这心呢 一下子就悬了起来 太乱了 太乱了 不干净了 心里都就是不舒服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好那种舒服感觉 那个印象了 我这就是农村吧 就是哎呀 一人我也顾不过来整些碗 那不完那啥事 你以后就能慢慢收拾 你也能看出我 虽然我长得黑但是我特别感激 就是男人懒疼一点我受不了 就是我怎么给你收拾 你要是你继续那么懒疼 我也受不了 看来红娘之前的担心果然盈厌了 刚进院的时候 高大姐的注意力啊都放在了梁大哥养的牛和猪身上 可是参观完院子进屋之后啊 整个家里杂乱不堪的环境 就完全暴露在高大姐的面前了 高大姐说 梁大哥在干活上的确是一把好手 可是家里造货的程度啊 也太超出她的想象范围了 就在高大姐犹豫的时候 一旁来窗门的梁大哥的嫂子 忍不住 开口说话了 对于高大姐对家里环境的建议 梁大哥表示啊 这都不是个问题 闲院子里杂草多 那咱立马就拔了 全都铺成砖地 觉得屋里环境不好啊 那就铺上地热 重新装修 保准让高大姐心里满意 那么对于梁大哥的这番诚心诚意 高大姐最后会改变心意吗 今天的相亲还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家住吉林市经历过两段婚姻伤痛 以及女儿因病离世的高大姐 在见到老师本分 以养牛为生的梁大哥后 还是很认可他的勤劳能干的 可是梁大哥家里杂草丛生的院子 屋里杂乱不堪的环境 却让高大姐打起了退堂鼓 一旁的梁大哥也看出了高大姐心里的犹豫了 于是啊 他赶紧提出先吃个饭 一会儿再找个机会在高大姐面前翻个身 要说呀梁大哥对今天的相亲真的挺用心的 他心里明镜似的 自家的厨房实在是整不出一顿像样的饭来 所以啊他早就委托嫂子 在亲亲家提前为高大姐准备好了饭菜 原本他期望着能通过这个举动 在高大姐那儿奔回一些好感 可惜事已愿违啊 就在他带着我们来到亲亲家的时候 高大姐一进门 看到对比悬殊的两家大院子之后啊 这心里的反差就更大了 这舒服感觉厉正啊 就是如果说大哥家今天一进门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咱是不是就又能给大哥多加几份 对 是不是啊 搞心情 我也铺这玩意 这玩意铺不马上就铺 这玩意谁能铺 谁能铺 谁铺就铺 不是他家那院 要不然这样事得多 我这没多钱了 谁的家都能铺 一两天能铺啊 一两天就能铺啊 那可不上 看到高大姐进院后的反应 梁大哥真是懊悔啊 早知道 就不带高大姐来亲戚家吃这顿饭了 蜜香分不但没增加 看情况啊 一会儿都快剪成副分了 就是这人行 他这人就是过日还行 如果说 好像是俩人融合在一起 过日的话 我亲妈不是说太干净 我也受不了 那是 以后我听女人玩的 听女人玩的 如果有女人帮你收拾了 咱是不是不能这么乱 那是 有时候你再造那也不动事 这么多年 没有一个女人 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那有了的话 谁不想过 就是 大哥以后听不听话 听话那肯定不 大姐说啥又是啥 那可以 以后我听她又完了 不管梁大哥怎么表白心意 高大姐这边啊 都没有一点被打动的迹象 对于今天的乡亲呢 她的心意已决 她这个家真不行 就是说一进院都不行 她把泡泥在外 完了然后说家不行 她马上就是说她收入啊 以后过日子 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姑娘我告诉你 就是说 现在说是 不能什么事情不能说 一冲动 必须考虑前一后果去做 你这事不行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不用管了吧 好 我那人我都说了 你看瞧见就这网上 对不对 看行就出不行就拉倒了 我这人笨子笨子 那大哥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大姐 你看一进门的时候 就说了你老是特别能干 包括你大嫂啊 村里的人都说你特别能干 但是呢我当红娘呢 我也得说 因为以后我还得再跟你介绍 对不对 我还得带着大姐来咱们家见面啊 想起人什么的 你这样你能不能啥呢 也像你说的铺这个院 是不是也就两天时间 对不对 你把院铺好了 我再带着大姐来 东西两天就晚睡了 那就这么的大哥 等你把家里头都钻都铺完 简单熟熟的 这村里的哈 这大姑娘小媳妇的 咱也对头眼瞅着是不是啊 比如说大哥把家里铺完了之后 就拜托各位哈 大哥一个人去就只是整不了 帮着把屋里头咱守着手上 行不行 好不好 行不行 然后那样是呢 院里熟熟完了 屋里熟熟完了 我再带着大姐过来 咱们再带着相亲来 行不行 好不好 那就送送大姐吧 好 送送大姐 再见 行 走了 那就走了 然后把家好好守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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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出之前 梁大哥给我们的红娘打来电话说 家里现在就已经开始装修了 还给红娘发来了照片 你看看 这屋里改了地热 铺了瓷砖 连锅台家具都是新买的 院子里的杂草也都拔了 开始铺砖了 估计啊 再有半个月的时间 就都完事了 大哥说 他细想了一下红娘的话 的确说的挺有道理的 他也一定会好好听红娘的劝 让家里有一个崭新的变化 等着我们再去家里给他相亲 他也希望以后的生活呀 就能像这个家一样 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在这儿呢 也希望相中我们节目里 大哥大姐的人 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 那好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